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大学上个月举行开学典礼 学生会会长和校方高层一起迎接新人 张韵琪97年考入港大 今年大三主修政治及公共行政 立志带领学生会走出校园关心社会 教育是一个学习的程序 在这个程序中 你会变得更勇敢、担心、敬意、敬意、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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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并且多一些关心 需要真的去做 学习运动的手法、思维有限的手法 作为一个浴晒者是一个无办法之中的办法 快点找个好功 下来就好了 不要搞那么多事就好了 当主流的声音是这样的时候 你很难避免校园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没有大人社会的包袱的时候 看这个社会不是那么功利 不是那么快的利益挂谁先 我们会觉得公义这一件事很重要的 公义对于我们来说 不是单单只是一些很硬斑斑公平 你有一、我有一 不只是单纯这些东西 又要多一分的人情味 小说已经是将社会环境带了出来 因为它正正描述了作者 对这个世界的人性观是怎样的问题 或者这个世界观是怎样的问题 冯继远中大学生会会长 哲学是三年级 由哲学这一科 他学会了反省 你不断地反省就会不断地发现一些问题 你就会问为什么社会原来是这样 为什么有些人 社会制度删出来就会是低下阶层 收入又特别少 这个未必是他们本身的问题 可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如果只有港字不做 那似乎就很空泛 也很像下塔 透过一些学生会的渠道 影响到一些社会政策 我们将 overcome 我们将 overcome I do believe 不甘受困障牙塔内 香港的大尊学生 早在殖民地统治年代 已经走出校园 上街立行 要为国家为社会抱不平 70年代初 保钓事件 当美国私下将钓鱼台 划归日本 侵占中国领土 大尊学生 连同社会各界 发起一连串游行抗议 历时两年 七一年 七月七日 学联在维苑举行大示威 事前向警方申请被拒 警方还到场镇压 捕捉了二十二人 几十人受伤 七十年代尾 游麻地艇户事件 大尊学生和社工一起走出来 支持艇户争取上岸 七九年一月 一行七十几人 前往港督府请愿途中 被警方拘捕 控以非法集会罪名 八九年门中 北京学生发起民主运动 反官倒反腐败 官方最后派军队镇压 香港学生纷纷上街声援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 香港社会对六四事件 漸漸淡漠 学运亦随之陷入低潮 以照我的光 相对 老师,今天是第二十九届 学生会的大战日子 希望大家能够拥有 来到这个人投票 多谢各位 某某院校的 各样学生会有决葬 然后会有一些诠释 就是说学生已经关心社会 轻质就是说 对学生会没有什么认同 没有什么归属感 所以不差 重质就是说 学生好像对社会没有什么关心 真彩民主自由 发药五世青春 宋志德 九六年的时候 是学年处理常委主席 发药五世青春 他说 觉得当时的同学 越来越着眼 个人利益 过半数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工作 忽然问津 越来越是个人主义 在消费模式之下 一种很个人主义 就是大家想说 我自己可以搞定我自己的东西 或者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去想 其他很宏大的东西 相对是忽良了 另一方面就是 每次学校有什么系会 有什么学会的一些学术周 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一个买卖的场所 这届学联除了浸大之外 六间大专院校都有学生参加 和早几年反应冷淡的情况 截然不同 游行我们都做了不少 张允琦和冯继院都是学年中坚分子 一帮志同道合的青年人 今年年初发起一连串集会游行 用行动对一些政府政策 和社会事件表达不满 人权公义何次求 4月20日 学联发起游行 反对大专分科收费 第一阵已经知会了你们几分 三分钟 六几分钟 打住 6月25、26两天 他们同一帮争取居港权人士 在政府总部集会 悼念人大释法一周年 旨在提醒社会释法 对于香港法治造成的打击 7月1日回归三周年 学联就政府三年在施政上的缺失 发起游行 矛头直指行政长官董建华 校长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觉得你现在这样的安排 你觉得你是 同在7月香港大学爆发中庭要民调风波 以张韵琪为首的港大学生会 不断向校方决策层施压 要求校方和立法会成立调查委员会 最终引致港大第一次有校长要在任内辞职 最终要求立法会尽快展开调查 之后 张韵琪仍然继续窮追猛打 要立法会彻查特首办有否干预学术自由 当事件还未平息 8月中 警方罕有地引用公安条例 拘捕有份在626参加集会的学联盛 包括了港大的张韵琪和中大的冯继苑 他继续振构 坚决步伐往前走 言他乐信那 一起振开所扣 去警署扮认人手组前夕 学联又再发起通宵静坐抗认 很悲哀的 很失望 其实不怕自己被控告 最感到心痛的是 这个社会会连一些意见的声音 都接受不到 容纳不到 我對當權者沒有什麼希望 我覺得是這樣的 應該每個政府或者每個當權者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都不會喜歡所謂的其他聲音 都不會怎麼去認真探索民意等等 對於一些人生社會的幫助 而這件事很多 例如社會大眾都不得到社會大眾認同 但我們才會對著我們正經的理念 覺得人權是第一的 我們就會繼續去堅持 所有民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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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需警方批准 你犯一犯都一定要有所謂的懲罰 沒有人說你犯一犯 又預期別人不會懲罰你 公安案發無恥 公安案發無恥 打倒公安案發 打倒公安案發 其實我知道的都不太多 其實這件事都不太了解 但是我會覺得 都會有些 我自己看回 都可能覺得都會有些類似七號選項 對 公民革命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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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革命自由 還我革命自由 同意正會現在拘捕你們 同不同意 其實我沒有空,我要下去 不同的途徑,可以在書面上 或者不用去到那麼激動 或者被人拘捕 同學被捕,大學校園意見紛紜 大部分態度冷淡 反而一班學運前輩重疲戰意 在10月8日用實際行動 聲援他們的師弟師妹 這次非法集會,人數超過一千 我想大家都知道公安法的緣起 其實是六七暴動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時的法例 因為它到七十年代都是繼續沿用 三個人或者以上 向同一個目的地進發 已經改成了非常集會 所以我們都看到 其實是一個非常方法的法例 如果一個對自己有信心的政府 是不應該會做這種事 根本現在集會 請願遊行 香港已經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任何市民都覺得有不公平 都可以用它的方法 這是權利 我們如果說法治是 rule of law 而不是 rule by law 因為會像是以法制人 其實是以法制人 以法制人而不是真的法治 被經批准集會 其實那個空間是很闊的 那個定義也很闊的 那就是一切 有關社會目標的集會 都可以的 非法集會 但是這樣其實給了警方一個很大的權 我們不希望政府 就是經常都 因為昨晚就是說 學生限知識分子 將所有階段推薦 可能會給學生 事實上 這些民間的怨憤 還有如何正確 有效地處理民間的怨憤 這個是一個政府要留意的課題 而學生只不過是 將這個怨憤 是表達了出來 我都有30年的示威的經驗 但我覺得是值得支持的 因為我覺得學生 基本上是做的以前很對的事 如果不支持的話 我看不到香港將來的民主 會有更加好的戰途 好 殖民地時代 香港政府一直引用公安條例 去控制市民參與政治活動 九五年前 公安法規定遊行超過一定人數 要先向警方申請牌照 隨後 因應人權法而作出修訂 九五年開始 改議七日前通知 無需事先發牌 但是 到殖民地統治完結 九七年七月一日 臨時立法會 又再次修訂公安法 除了規定七日前通知警方 事前還要警方不反對 將殖民地惡法還原 這種做法備受批評 在新的法律裡回歸之後 例如公共安全 公眾秩序 或者國家安全 這些概念 其實它可以以這些理由 發出這個反對通知書 是不贊成你舉行這個遊行 所以除了日期的限制之外 其實它現在的法律也控制了目的 公安法不但打擊具政治性的集會遊行 對一般居民組織的活動 亦造成威脅 北角村清拆 一個居民組織為了爭取合理安置 曾經多次在村內集會 商討對策 事先有知會警方 不過就離不及七日前 警方也一直沒有表示反對 誰知在五月 一次有六百多街坊出席的集會之後兩天 全村每戶都收到警方發出的警告信 指出北角村過去有多次集會 違反公安法 村民因此人心惶惶 到底現在的法例是宗旨是什麼 是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要我們走抗線 我們又受了冤枉 我們想表達自己的意見出來 這件事不行 這件事不行 申請吧 如果你想表達自己 申請吧 批不批由我 壓力很大 不止有壓力 直接很大 直接不止做好不做好 警方給信箱之後 有很多街坊聽回 喂 拘捕 佛 不要下去開會了 即是不可以將自己的要求 或者爭取任何東西 是可以夠膽表達出來 這個公安法是很有彈性的 他不如拘捕你就可以 不拘捕你也可以 我們都是24小時之前 通知了警方 這樣 又將遊行路線 和我們的人數 學聯一向只是在遊行前 24小時 知會警方 事前才知會警方 他們不反對 但是最反對 是警方有權不批准 現在我們都沒有恢復以前 要批准的制度 沒有牌 沒有說要發牌 現在都是通知 只不過現在就是我們說 警務處長可以給一個不反對通知 但法例是說明 如果你跟足七日前通知 你收不到反對 就可以進行 根本現在和95年沒有大分別 都是通知 如果你說警方什麼都不規管 任你在哪裡進行 對其他人士有什麼影響 做到大塞車 或者封一條行車路 很多市民不便 這是一個阻嚇 希望市民尊重 尊重法例 我們很少用這樣檢控 警方的著眼點 就是有沒有擾亂公安 有沒有碰撞 有沒有使用武力 警方三番四次 就是刻意做一些挑釁的工作 做一些挑釁的行為 為甚麼這麼說 譬如真的四二年 我自己很深體會 就是我排在前排 我一去到雪廠街那個地方 哇 有四道人牆已經是 綁住了在那個政府 合署的門口 而六、二、五、六、六 同樣都是 就是我們靜坐的時候 我們沒有任何的滋擾行為 就是我們也說 在第二天正式上班之前 會清理好場面 我們不會再留下了 但很可惜就是 為甚麼他要六點清場呢 為甚麼我們肯入示威區 他反而要扔我們的參與者 出去的示威區以外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六二六拘捕事件還未平息 九月底 警方再就四二零事件 引用公安條例拘捕學生 其實我們擔心 老實說 現在抓到七個人 更加是強化 我們一向的分析 就是針對客人 針對事件 反對人大釋放 反對人大釋放 我們死由一面頸 堅持廢除公安法 死由一面頸 堅持廢除公安法 反對 我們反對政府 推行分方收費 反對 從此為止 我們是面頸五個人 當然我希望 輿論壓力 直指警方濫權 而警方 就再強調掌握足夠證據 再次拘捕學生 10月5日 律政司決定 不會就四二零事件 提出檢控 你這個遊行 是未經批准的 我們會保留追究的權利 上星期 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 指現全公安條例 可能違反基本法 和國際人權公約 更批評警方選擇性 並拘捕學生 令人感到 似乎背後 有政治考慮 不存在 什麼政治審查 政治迫害的問題 我們目前的看法 就覺得 公安條例運作良好 沒有需要修訂 也沒有違反人權法 但是我覺得 要違法的手法 來爭取手法 政府是不能糾同 我們年輕時 我們仍然有正義和誠實 去採取正義和真正 可能我們不成熟 但是我們有 失敗和痛苦的優勢 父母的緊張 或者擔心 我很理解 明白 他們都會很緊張 例如 事態發展是怎樣 葉局長說了什麼 梁國施又說了什麼 他們都很緊張 連累到他們都擔心 本來是自己做事自己負責 但是無緣無故要他負責 因為他都會擔心 他覺得你也做得對 不會說你錯 但是不要做 不要是我兒子做 可以找人做 可以要人做 但是不要是我做 政府銳意改革教育 特別強調要培養年輕一代 樂線勇敢 既然是這樣 學生挺身參與社會行動 政府不是理應為他們打氣嗎 是的 剛才我們看到的紀錄片 就是樂線勇敢 記得17年前的張韻琦 是港大的學生會會長 經常都上街抗爭 其實現在看回頭 感受是怎樣呢 會說當時上街的空間有多大 當時的參與 或者各樣的經歷 其實非常深刻 我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 因為我1997年入大學 2000年做會長 其實那時候 也算是社會大時代的 其中一個轉捩點 剛剛回歸 很多社會的很大的辯論 除了讀書之外 當然要去參與社會 當然要去體驗 當然有多少事情 做得多少就得多少 就算所謂的老鬼 學生會前輩來 和大家一起談 是很理所當然的 因為社會是屬於大家 就算你畢業 你下了莊 其實你都可以繼續給意見 之後譬如我們被人抓了 其實你見老鬼 即是兩協紮刀出來 叫市民去拆學生 你會見到其實那種傳承 和那個連結 是一直沒有斷過 即是大學生 因為參與社會 而被捕 都是幾大件事 但是你想想 現在好像那個 心理的底線 一路一路退 公民抗命 那個社會的衝擊 越來越大 好像社會的矛盾 越來越深 很多事情解決不了 就變成那個底線 好像一路一路退 不知道你有什麼感覺 是的 我同意的 其實我早陣子寫了一篇文 就是2000年那一年 是香港政府第一次用胡椒噴霧 其實當胡椒噴霧 變成一個常態的時候 大家其實見到整個社會 就麻木了 就是覺得就是 我是這樣的 你抗爭得 你預料到被警察這樣噴 其實大家不會再去思考 其實背後的那些正義的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被人噴呢 為什麼不是政府或者相關的當權者 他要是虛心一點去聽 究竟大家的聲音是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打壓呢 我們最厲害的 當時反分科收費 70人在一個平日的下午去灣仔 70人已經很多了 但是當我們被人抓的時候 你看到其實很多市民 又願意走出來 所以其實這一個是 學生行動 可能每個行動 不是說很多學生參與 但是那個引起的社會迴響 以至於怎樣連帶 令到市民受到那種感染 他們都願意挺身而出 這個影響是有在的 那時候 你是不是覺得其實多了 年輕人的聲音 或者多了年輕人參與 這個社會的運動 其實都是提升公民儀式 自己回想回 那時候我們傾莊 都是幫社會想出路的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說得好像很老套 就是為社會謀出路 其實就是這幾個字 究竟什麼都談一頓 兩個問題你怎麼看 六四有你怎麼做 或者學制怎樣改發等等 所以我猜這些 無論是對參與者也好 或者對廣義的社會來看也好 這個一點一定的行動 一定是會有所分途的作用 不過作為老師 我有時覺得 如果那個社會的矛盾 可以慢慢化解 就不用那些學生 擔驚受怕又出來衝 我反而覺得 核心的問題是 希望香港社會的矛盾 不會越來越深 近年在不少的遊行和集會上 經常出現警民衝突 警方說依法辦事 示威者就質疑濫用警權 究竟這條界線怎麼定 下一節回來 我們從溫紀錄片警界線再討論 因為還有一天 都不再這樣 你有那麼多的傳承 而香港運動 你一直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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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想 你一直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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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勢 警察起來 警察,警察看起來 感覺警察再用牠的武力 警察、把小小小田的武力 今年七一遊行過後 警方拘捕五百多名示威者 同時亦首次檢控 組織遊行的民陣負責人 警民關係又一次受到衝擊 你的良心和我的良心不一樣 甚至有人覺得我沒有良心 是吧?所以是很危險的事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依法辦事 支持我們支持警方 支持警方 暗警方 全民警方 支持你 你問全香港七百多萬人 有多少人會贊成他們的衝擊 暗警方 警察當然有冤枉 在七一那裡 學生是犯了法的 是宣佈了非法的 為甚麼他不可以拘捕 反對迷法戰中 支持警方 政制爭拗扮別化 曾普選和支持政府的陣營 立場鮮明 各說各有理 反對迷法戰中 提出警方 安全鮮明 能否出場 除了一場 的門 雙家在這場 Need隊員 發誇 兔飛 答案 走 走 客人 做事 打貿 打貿 喘 豬 一定 小心 小心 我們過完警察,停止了招呼你 出來後,我都知道一定會被捕 不過她說很害怕被人拉斷頸 我就示範了一次給她 她大概怎樣拉斷頸 她有放在這裡說,最多她都會這樣 但你說得沒那麼大力 她問我,你有沒有勢力了 我說大概差不多 袁文俊因為響應佔領中環活動 在7月2日被警方拘捕 扣留了12小時 袁文俊本身是拳擊運動員 忍痛能力比一般人高 不過她說警察當日清場 一路抬走她,一路咬住她的手 令她痛楚難當 我的右手被警員很大力地按下去 其實折到我80度左右 我非常非常痛 但警員說了一句很矛盾的說話 就是你不掙扎便不痛 但事實上就是因為你令到我痛 我才會掙扎 放鬆一點,放鬆一點 不要掙扎 你會受傷的,你不要掙扎 放鬆一點,好不好 不要掙扎 警察要不要掙扎 警察要掙扎,警察要掙扎的武力 警察要掙扎,警察要掙扎的武力 警察要掙扎,警察要掙扎 警察要掙扎 警察要掙扎 雖然警方事前公開表明 只會出動最低的武力清場 但示威者則質疑 現場根本沒有人反抗 警方有沒有必要動用武力 警察其實都很辛苦 我覺得是沒有錯的 但問題是現在我們面對的事情 不是警察本身 是面對的警權 那個命令一下來 要做這件事 我就相信 基本上是沒有人可以抗拒 和反抗 我們其實從來都沒有針對 每一個警察 因為我們知道他也是有媽媽生的 跟我們一樣都會痛 都會不開心 被人罵都會不開心 我們警方是用過度武力 我絕對不同意 其實不是擾手 其實是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就是神經壓碟 壓住神經蟲 令到他產生痛楚 然後他就鬆手 鬆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將他移離這個現場 這個方法 是在其他先進國家 地方的出發機構引入的 也是相當溫和的方法 你看到這裏 後面這位被拘捕的人士 面容是扭曲的 而這個痛苦是持續的 會不會是因為他之前有反抗 所以這樣做 但如果當你制止到他的時候 這個痛苦是否沒有必要延續下去 警方所行使的這個合法武力 究竟是否合乎比例 遮打到清場之後 楊岳橋和一班義務律師 趕到黃竹坑警察學校 支援被捕的人 結果他們等了三四個小時 才見到當事人 511人裏面 大部分的人士 其實去到最後 只不過是拿到一封警告信 即是說 究竟你這個整個拘捕行動 有沒有必要呢 Warning Letter 就是告訴一個 收到信的人士聽 你自己省定些 總之現在這把刀就在你頭上 任何時候都可能會刮下來 但何時可能是無了期的 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去製造這個壓力 去被收信者 根據程序或者根據法例 著實就是 不一定要發這封警告通知書 但我們為了保障 這個被捕人士的知情權 他都要知道那個案件 將來會怎樣去處理 怎樣去發生 我們都要通知他 還是用來嚇嚇他 我又看不到 或者你看到有一個阻嚇的作用 聽策刀 武漢那些警察 7月1號遊行組織的人士 煽動其他遊行人士 警方開了 好 停下來 堵塞作为紧急车辆通道的东行线 遮打道清场 是回归后警方少有大规模的拘捕示威者行动 7月4日 七一游行主办机构民阵的召集人杨正言 也都被捕 成为第一个因为组织七一游行而被捕的人 而集会上担任司宜和部分民阵成员 也因为涉嫌违反不反对通知书 阻差办公被捕 而负责驾车的司机 就因为下车没息时而被落案控告 警方指在七一游行当日 民阵的队头走到湾仔 停留了25分钟 引起混乱 涉嫌阻差办公 他想造成一个堵路效果 是逼使警方开放这个东行线 而着实大家在电视上都听到 就是他一路这样叫 就是警方开路 开路 开路 我们保留这个东行线作为这个紧急冲突 和作为一个安全的缓冲区的重要性 在安全措施那方面 我们警方着实是没什么退让的空间 当时我们说的是 铜锣湾和湾仔已经塞满了人 那时候我们就和他们的初商 要开放一个测试线 但是他们就反过来 说我们是不听他的命令 他的命令就是要我们继续前行 这个对于市民来说 也都非常之不负责任 将警方的责任推卸了下去 这个主办单位身上 根据公安条例 涉及30人或以上的游行 事前都要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 那个不反对通知书上面 也都没有列明过 究竟我们的车速 或者是我们步行的速度要多少 民阵至2003年开始 每年都会主办七一游行 每一次都会先申请 不过他们感觉这两年 很难和警方在游行安排上 更达成共识 对方还刻意在不反对通知书 加多些规限 初商这个游行路线的时候 他的态度是非常之强硬 当我们提出开放六条行车线的时候 他基本上只是说一句 理据上年已经说了给你听 我是不需要再说给你听 我们是不会开放六条行车线 是这样的态度 用一种命令式的态度 去指使我们要怎么去做 路面整个游行擠塞的责任 是摆在我们身上 以往从警察开会 都觉得警方都会合情合理地去执行 大家都说很多七日维园见 但是大家完全觉得 那时候的气氛不会像现在那么紧张 该车辆应使游行队五大力量 他提到尖乌国旗 威吓其他人 其实有没有必要在游行集会里面 放一些刑事罪行的条例进去呢 警察都是好像在空中我们 在空中组织者 你不要再搞了 你再搞了 你日后要承担的聚责可能更加多 1人1票向前走 2017选特首… 支持正在报告 近楼向中央 递交正在自尊报告 怎么样?阿Mate 今天大镇长吗 大镇长吗 大镇长 打算搞了多少 5点 5点 5点就不会吧 不知道 看前线同事都挺惨 又不能缩去树音底 困难一点 以前我们控制反对的声音 现在我们又要控制支持声音 李时光在警队服务接近20年 离开警队之后 近年担任培训导师 一常工作 接触不少前线警务人员 他说 近年警方在处理社会行动的时候 不时和示威者发生冲突 引致警民关系紧张 不少旧同仆 因而士气低落 警察的工作不再受人尊重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开工的时候 被人辱骂 有时甚至是指口指鼻 他们想不想做这件事 你问10个 9个都不想做 不过他们是有这个职责 和作为一个受训的警察的时候 都要宣誓 我们就要听从上级的发明力 不合你们挑战权力 我想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有些政客 现在在立法会 他们做了一些偏激行为 到他当权的时候 市民冲击他 他会否想起觉得对 他会否要求警务人员保护他 支持公民提名… 不可抛权… 我小时候觉得 其实警察是一个很好的 比较正义的角色 但其实大了的时候 尤其是当你参加很多示威游行 你会觉得 其实警察很多时候 是帮助梁振英不公义的政权 去做很多维稳的角色 警察对于示威者的态度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以前其实是不会有 这么大的矛盾 但现在其实很明显 他们觉得好像示威者 就是香港的一个问题 他当作我们是一个敌人 八千不拆… 自媒鸡话… 王永之大学毕业后 投身社会运动 上个月他参与行动 反对立法会通过 新界东北发展前期撥款 结果被捕 他和另外几个示威者 更加声称在警车上 被警察嘔打 警察变工 市民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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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变工 我们在警车上 亦有警员很大声地指指 我们是黑社会 又问我们是否在元朗 某个黑帮 他总是用一个 好像对付黑社会的手段 去散布白色恐怖给大家 我们不想将来 警方可以用这些私刑的手段 去对待其他的示威者 包括… 被警察打 不知道是否去报警 因为打来的就是警察 你会觉得好像连 以前能够帮你伸张正义的渠道 都没有了 他们所谓的严格执法 其实是严格执行 他们上级的指令 他们上级的指令 究竟是否一个政治的决定 究竟他们这些指示 这些指令 究竟是否真的为了公义 我们警方 执行职务的立场是很清晰的 我们是严格依法办事 我们讲求证据 以及我们是中立 不偏不倚 所以就不存在 你所说的政治工具的情况 在二万八千多名警务人员之中 亦有同情示威者的声音 一位有十多年军装和刑事偵查经验的 警务人员 不方便公开自己身份 但就愿意用文字对谈方式 发表意见 警察一般都认为 示威是由一群政棍搞出来的乱港活动 因此对那些示威活动感到很反感 警察觉得自己真的没有滥权 那么多年来 警察都感到传媒在这里恶意抹黑 香港人民地教育出来的 普遍就认为 法律就是社会公义 特别是执法人员 普遍的看法 就是要捍卫香港这个 国际金融中心高效率的运作 我是理解示威者 以及支持香港有示威活动的 因为这样社会才多元融为进步 要不然 我们只能听到既得利益者的声音 你现在拳不保释 有 坐飞飞飞飞 那天还没准备好 民阵召集人杨正燕 因为组织七一有幸 和占领遮打道 身负四项罪名 但仍然积极筹备 下一轮的公民抗命行动 如果警方觉得 拘捕这个组织者 是能够吓吓的组织者 这个绝对是大错特错 见到当拳真的越来越害怕 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 必须认真回应 全民投票和七一带游行 希望在于人们 他越来越害怕 就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 接着我们的政治检控 也会接踵而来 可以看到香港的警权 傾责得非常之厉害 警察拥有非常大的权力 但是监察机构是非常不足的 根据港大今年七月公布的民意调查 市民对警务署的满意度 跌至回归而来慎低 以独立身份监察警方处理市民投诉的监警会 近年也收到投诉 要求他们调查警察在游行集会中 有没有满权 我们去看这些公布的行动 近年是多了 但是我们监警会内也有声音 就是说我们是否走得太前 可能公众现在心目中的印象 就是我们警察有什么行动 我们都一定要去 其实我们是负责处理投诉的一部分 并不是整个警队的运作 我们有缺去干涉和提意见 并不是这样 我想警队的执法方面 现在是强硬的 可能现在多人冲击法律 现在社会上的风气也是冲击法律 以民主的名义冲击法律 你说你不要做份工 你体谅一下我 你除了警队的制服 你也是个市民 你没有良心吗 但是他穿着警队的衣服 就是警察的 他執行职务 袁文俊早前有份留守 占领中环行动 清场的时候 被警察咬伤手腕 现在还未好了 不过伤势 并不是他最担忧的事 肢体上的暴力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害怕 一个普通市民 对于警权来说 最大的武力就是去检控 所谓暴力的本质 就是一些不对等的事 譬如在清场的时候 有示威者 如果还手打了警察一下 无论他多大力 多小力都好 他都一定是被告襲警 警队其实是永远都有一个 合法性去执行暴力 但是市民就永远都不可以 警队的确是有一系列的法律 赋予他权力去做 做与不做 当然 决定权是在警队的管理层 手上 你手上有权而用尽 不是法治 那个只不过是停留在 有权去用那些叫做医法 那怎么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呢 就是我剋制我的权力 我用肯定的权力去运行 警方手握执法权力 参与抗争的市民 亦有公民权利 假如警察眼中 继续将示威者等同知事分子 而示威者就觉得 警察已经临为政治工具 当社会深层矛盾 一日不化解 警民的对视场面 只配无人无知撕裂香港 是 刚刚看之前的纪录片 你觉得警民冲突有没有办法避免 其实都挺难避免的 但其实如果之间互相 有多些信任 多些沟通 多些欢容 其实这些可能冲突 是能够在可控的办法里处理到 尤其警方就要在实际行动上 说服示威者公众 他真的很尊重他们的权利 那就会好一点 但是现在不容易 其实转裂点在哪里 转裂点 我想都是回归以后 社会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警察的措施 比如最重要的是示威区 过往可能是星期禮的 你可以在星期禮的场上 在旁边 等会转到回展大坑渠 然后出到广湾道 然后到广湾道 然后到广湾道 酒店的树桶后面 完全看不到 甚至是示威者想迫去 在途中被人截了 示威一定希望看到被人看到 被人看到 被人听到 听就听不到 看就看不到 整个警察围着他 好像是警察示威 比他们的示威 这样的时候 这些警察一定有很大的缘分 另外一个就是 胡椒噴霧的使用 我相信是其中一个很大的 策略上的错误 过往在回归的时候 或者之前 大家都用手推一下推一下 有人真的爬过去 警察在后面 撿回他 撿回一边 控制到他示威的活动 或者是 場地里面 主人走了 他就已经可以放 但是 现在就不是了 用了缘招分母之后 这种对立的情绪 越来越高涨 结果警察用更多的缘招分母 从小支张 大支张 到龙庸 到现在要找水塔射的 再去 遲些会怎样呢 这些其实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使得问题更加升级 即是近年 即是警方在集会 或者游行 都做到很多检控工作 但是警方就说是依法办事 但是示威者就觉得 是濫用警权 这条界线应该怎么定 我觉得警方很多时候 他太过紧张 有些可能是死命令下来 使得前线人很难去做 所以有时候缺乏弹性 很多时候 过往我们见到 基盟关系 都仍能够做一些调停角色 这一刻 跟双方谈完之后 基盟关系 什么都拿不到回来 不可以同意 他们要有这样的弹性 给你 结果互相冲突就越来越多 所以如果警方自己留下的空间 更加大给前线的人员 而且尽量有些宽容的做法 避免涉疫到一些不必要的升级 我相信会好些 当然法律是一个很重要的界线 但其实法律内通常 都给予相当大的空间 毕竟就去定线 律政司有些指引 就說檢控的時候一定要看這些示威活動 如果裡面的非法行為是跟一些基本權利的表達有關的 就一定要充分去照顧這些權利的表達 這個是一個強調的就是真的很過分 才會進行拘捕檢控 我相信我用法律做一條線 女人家又寬容 再加上內部自己的監察做得好些 確保這條線是守得穩的 那就更好 明天我們看看隨著時代的轉變 香港的公民社會出現不同的面貌 再見 等等 既然是非法律人工的 索材 她導演 她很開心 其他的